竹賢瑜身體還好嗎 雙手被上銬在罰警戒護下 走上囚車 還刻意撇過頭閃避媒體鏡頭 她是77歲的 威京集團主席沈慶晶 涉嫌匯款給應小薇 郵稅柯市府通過金華城容積案 我都覺得很冤枉 被送上囚車的 還有台北市議員應小薇 和她辦公室的助理吳順明 都涉嫌收賄被收押禁見 收押理由也曝光 應小薇在8月27號 企圖從台中機場出鏡到香港 被認為有管道指導捐辦進度 雖然她辯稱去香港 是為了幫媽媽買特定藥品 不過願簡認為 她在得知被禁管後 還意圖換機場搭機 有明顯逃亡意圖 因此裁定收押禁見 你會覺得今天很冤枉的叫 不好意思… 只能這樣整個還不太順 而威京集團主席沈慶晶 坦承給了應小薇 四千七百四十萬 雖然她辯稱這是慈善捐款 不過精華承案一拍板通過 同一個月她就給應小薇 鋸款被認定是匯款 再加上 連鎮署到桃珠影員搜索時 她躲在家中密道想逃 被認定有逃亡之魚 另外應小薇的助理吳順明 說和審慶金不熟 卻被查出助理薪資 竟然是威京集團旗下的子公司之父 在8月14號直到檢方大動作調查時 急忙和審慶金聯絡有串證之魚 三人收押的理由都圍繞在一個關鍵 這四千七百四十萬以上的款項 是為了疏通金華城容積案 那這筆錢疏通了誰 在金華城案裡誰又有超能力 案件的關鍵就是有拍板決策權的柯文哲 因此這三人被裁定收押禁見 不到三小時簡聯就火速搜索 柯文哲住家以及民眾黨黨部 拼上金華城案最後一塊冰圖 東森新聞又要新蔡依山 在台北採訪不到